中嫌网9月28日电,据中国驻大阪从领馆网站消息,日本气象厅预测,2018年24号台风台美将于9月30日前后登陆日本,或将自南向北贯穿日本大部分虚誉,此次台风势力较强,最高瞬间风速获达60米每秒,届时西日本地区将伴随产生暴雨大风天气。 在此,驻大阪从领馆提醒中国公民,注意防范24号台风,预计,台美将9月30日夜间,到10月1日凌晨登陆日本四国到本州岛之间一带沿海,登陆变类似台风飞燕,而且10月1日凌晨,可能从大阪上空穿过,因是密切关注迹象预警信息。 总领馆密切关注迹象预警和防杀信息,并将通过官网站和等平台发布,请中国公民注意通过电话、网络等方式浏览咨询,密切关注居住和出行地区的天气情况,熟需了解所在地区的迹象,医疗和避难等最新信息。 中国公民可自行下载,日本观光厅,监督制作的SIFTTIPS手机软件进行查询,二是嵌务前往高危地区,日本气象厅呼吁各地公民警惕大风,暴雨,巨浪等安全风险。 注意防大河水道罐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,请中国公民在台风期间尽量避免靠近受影响的山区、片院岛屿和海域,如却需外出警惕前做好行程安排,确保同学畅通。 一旦所在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,请积极听从当地政府的避难建议和指示,迅速前往有关设施避难。 三是做好各先应对措施,请中国公民做好居家防灾准备,合理适量储备饮用水、应急食品、防灾自救用品等物资。 事情采取房屋加固措施,受21号台风影响,目前关系国际机场联络桥仍禁止私家车通行,请来日游客及时关注交通设施停运信息,及时调整出行计划。 对航班业务等情况,预做准备,避免长时间滞留机场或交通枢纽。 如遇紧急情况,请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,并与卧管联系或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号码。 相公电话号码如下,日本急救电话,加81-119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。 8610-12308或8月1059-13991,驻大阪总领馆,正811-6-6445-9427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